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黑野骑士 欢迎来到户外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关于在户外活动中 或者说在野外生存中 这个求生装备里面 配备哪种弹弓最合适 在户外玩户外的一些朋友中 很多人都会玩弹弓 玩弹弓 如果你会玩弹弓 这个求生装备中 配备个弹弓非常有用 在紧急时刻可以保命 它可以用作防身 也可以用作 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 熟猎小型动物 那么哪种弹弓适合 作为这种求生工具呢 对于一把弹弓来说 它的性能优良不优良 主要取决于两点 一个就是它的精准度 另一个就是它的威力 但是对于户外 这个生存装备来说 它还需要其他的几个特点 一个就是便携 便携 另一个就是 就是多种环境下使用 就是比较差的环境下也能使用 另外一个就是耐用 不容易坏 在之前我比较喜欢玩扁皮筋弹弓 我手里就有一块 扁皮筋弹弓 这是我用的最最习惯的扁皮筋弹弓 泰鹅精的添木元帅 当然这款弓很贵 扁皮筋弹弓大部分都不需要这么贵 几十块到一百块钱都可以了 扁皮筋的特点就是 精准度非常高 它的精度是低的 在所有弹弓中扁皮筋的精度是最高的 然后它的威力也不差 像这么一把扁皮筋弹弓十米外 打中危机子应该是轻轻松松的 对于封面的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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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最坏的 因为封面的电子 就对封面的电子 是在封面的电子 对封面的电子 所以扁鼻筋是精度最高的弹弓 这没有问题 它也是很多竞技比赛里面 很多选手选用的弹弓 因为它的精度高 只追求精度 所以我们在一般的弹弓大赛里面 看的绝大多数都是扁鼻筋 是用扁鼻筋的 特别是前几名的 应该都是扁鼻筋 我还没听说过 用扁鼻筋赢得冠军的 当然我指的是精度比赛 不是说你宿舍乱七八糟的东西 但是扁鼻筋 它虽然是比赛的选手最爱的弹弓 但是户外人士好像很少 很多人不使用这个弹弓 因为它在户外的表现不怎么样 它受环境影响很高 因为它的扁鼻筋非常薄 首先要无风的环境 没有风 一有风的话 玩弹弓人都知道 在有风的情况下 这个扁筋拉起来 它就像琴弦一样会抖动 风吹的会发生这种震动 像琴弦一样 这时候你的弹珠发出出去 会偏移很大 有时候甚至打到弓门 同时扁鼻筋 保养还非常好 它非常容易破 非常容易 这个扁鼻筋非常容易破 磨损也非常快 在扁鼻筋的尾部非常快 基本上打个200伐 100伐以后 这个扁筋就会发生断裂 所以说 它虽然筋度高 威力还可以 但是并不是户外最好的选择 而是竞技比赛上最好的选择 如果你是一个竞技爱好者 比赛的爱好者 选择扁鼻筋非常不错 因为你竞技比赛需要一个很好的环境 同时 你只要会保养 也不在乎它断不断 只为了精益求精 把它调整到最好的配置 除了风对扁鼻筋的影响 这个环境中的其他因素 对它也有影响 因为毕竟扁鼻筋拉起来变得非常薄 薄如弹衣的一件东西 湿度对它也会产生影响 或者你和周围的环境的碰撞 都会对它产生影响 我们在户外的环境下 没有办法保证这个皮筋 不和周围的环境接触 它可能在原始森林里面 或者比较狭窄的空间 它都会这些树叶树枝接触 一旦接触了这个树叶树枝 这扁鼻筋的影响就会非常大 相比扁鼻筋的话 圆鼻筋更适合户外 因为圆鼻筋对周围的环境 影响非常小 周围的那些湿度 有风 对圆鼻筋产生的影响都比较小 它也可以树枝和树叶碰撞 我最近玩的圆鼻筋 是一种树射工 我最近比较喜欢玩这个树射工 因为它的射速相当快 基本上一秒一发 使用这种工熟练的话 这个树射弹工射速比较快 我们都可以看到 但是在户外的情况下 有需要用到这种 射速比较快的情况吗 当然对你这个射击 速度如果快 肯定是有好处的 但是树射弹工 它的精度会很差 它的精度降低了很多 它的设计 是为了提高射速 而精度在户外的情况下 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使用树射弹工 作为户外装备的话 我也不会选择它 树射弹工它也只能作为一种 花式表演所用的弹工 那么户外弹工用什么样的 户外装备里面 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弹工比较好呢 这么多圆壁精里面 我觉得这种工夫最适合的 卡球顶卡 顶卡圆壁精弹工 首先它便携性是保证的 它比一般的弹工要小一点 结构简单 非常简单 越复杂的弹工 它越容易有问题 在户外的话 结构非常简单 然后它顶卡 这种尼瓦结构 我反正用起来 和很多卡丘弹工比起来 实践出来的 就是它的精度会 比一般的卡丘弹工要高一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说不出来 而且它的 它也可以速射 它如果它的射速 比这个 比这个专用的射速 要稍微慢一点 要打准了 稍微慢一点 比方它需要精确秒打的话 精确打打击的话 就使用普通的打法 也一样 跟扁鼻精一样 它的精度比扁鼻精差一点 射速比这个 比这个 速射工差一点 但它综合性能很好 同时它也是一个 射鱼工 这种也适合射鱼 许多玩弹工的朋友 也喜欢使用鱼镖 在户外的情况下 鱼镖 如果你愿意带的话 鱼镖 鱼镖这个装备 饰鱼还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说如果 需要带上鱼镖的话 你不需要另外带 饰鱼的工 这个 顶卡工也是 最适合饰鱼的 我们之前都是用顶卡工 饰鱼 非常不错 所以作为户外装备的话 如果是我的话 一定会选择顶卡 弹工 作为户外求生装备 使用鱼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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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距离的速射以及远距离的进去秒打 它的效果都可以 远距离可以用作狩猎小型中小型动物 近距离的话 就是防身所用了 如果你碰到野兽 连续的发射 你就需要速射来驱赶野兽 动物猛兽 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些人可能看不起单卡皮筋的两股皮筋 以为鼓速越多越好 但事实上对鼓速比较痴迷的 对大威力比较痴迷的 都是不会玩弹弓的人 弹弓就是单股最适用的 如果你想加上它的威力 可以增加它的皮筋粗度 而不是增加它的鼓速 增加皮筋粗度 同时要提高它的弹丸的大小 而不是只增加它的粗细 如果你只增加它的粗度 你弹丸不提高的话 质量不提高的话 它是没用的 会越打越小 不行可以试试 请的朋友们 那么今天关于在户外的情况下 使用哪种弹弓作为求证装备的 使用感受 我的想法就到这为止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